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现阶段行情真的慢慢回来了 而且投资人也越来越开心了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你去看 在之前来讲 涨的可能都是一些你比较不知道的股票 比如说像创捷 对 那种新挂牌的股票 穿戴式装置 有很多新的股票 像信义 像华讯 这些你可能都不太熟悉的 但是你看今天它涨的是什么 今天它涨的是IC设计族群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投资人很多都最喜欢IC设计族群 因为IC设计族群 它股性很活泼 对 像联发科 像盛群 甚至联电集团的像连羊 那很多都是投资人的最爱 那我们看到 今天最强势的就是IC设计族群 讲真的啦 像韦庭 像我们应该都算是在金融界 算是第一线的 直接面对投资人 直接面对观众 那其实像我就办公室的电话最近都响不停 就是很多人打电话来问说 但老师还会不会有行情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说呢 在前一阵子像生计股在涨的时候 或者说在涨一些中小型股 越没听过越会涨的那种时候 再怎么涨 大盘就算也很好 电话都很少 为什么 因为他想说那这不是我的股票 没感觉 大家都没有参与感 可是我觉得现在投资朋友们 你现在开始要振作精神了 因为行情回来了 越来越多人开始赚钱了 连爱西社族群都开始在动了 所以刚刚韦庭问到的 对于大盘后市怎么看 基本上我觉得 大盘这边震荡整理完之后 还是有机会再去做拉高 因为我觉得政府心态已经非常明显了 他就告诉你说 他这边金管会第四支箭 将在六月的时候又再射出来 就是整个当冲的部分 要做全套 然后另外其实 根据之前媒体访问到 金管会主委郑明忠先生的一个讲法 其实他不是讲说 他只有第四支箭而已 他后面还有一堆的政策 五支箭 六支箭 七支箭 入序要射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台股怎么可能会有太多低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振作精神 现在这段的重点就是在于说 怎么去做选股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好 这边选股之下 即便说好 现在大盘已经涨到了 8800点附近 将近是8900点 但是选股的方式还是非常重要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现在此时此刻即便是牛市 选股他都觉得很难 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可以来进行选股的 是 我觉得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就先从一些指标性的个股 来做说明来讲好了 我知道对于投资人来讲说 我们刚刚在讲大盘 你可能会觉得说 大盘很好 没有错 但是你更关心的是个股 为什么 因为指数一再涨 手上个股没有涨 赚了指数赔了价差 那个是没有用的 投资人最关心的就是 我手上的股票 它到底也没有涨上去 就算大盘跌 我的股票涨 那个还是赚钱啊 还是开心啊 所以关键在于说 你的个股有没有涨 那刚刚韦婷问到的 现在怎么去做选股 我们就从一些热门股的部分 来做观察 因为像这个 以宏达店来讲好了 宏达店 这两年可以算是 跌到爆了 惨啊 我们就拿宏达店来做一个说明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有持有宏达店的 或是说你持有像大力光的 这些高价股的 后市怎么看 我觉得你现在赶快要 这个拿起笔记来 好好看 我们到底怎么去做分析 这些个股到底怎么去做一个操作 那宏达店来讲的话 我觉得 韦婷讲真的 你问我就问对了 为什么 老实说 像我今天还发一通讯息 给会员说 说我看了宏达店的机会来了 但是还不要出手去买 然后我跟我的会员 我跟我每个会员讲说 不要忘了 我代孕老师 操作宏达店 没有输过 真的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操作过宏达店 没有一次是亏钱的 我今天敢在电视上这样子讲 我在讯息里面 跟会员也这样子讲 应该是有我的道理在 如果我真的有操作 有输过钱的话 那现在投资人看到 你会说 老师你不是上次才亏钱 现在怎么说你没有输过 那我敢这样讲的理由是说 我就是要跟大家分析说 我怎么去分析股票 就刚刚委提问到的 现在怎么去做选股 那我要讲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很重要 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没有 操作宏达店 我没有亏过钱 因为我对他的一个了解度 非常够 大家知道吗 我甚至还因为 讲宏达店的 这个新闻 或者分析他的消息 分析的太深入了 结果被宏达店的 差点要被宏达店告 你知道吗 后来他们一个法务的处长 还有公关处的处长 跑来找我 约在金华酒店 中山北路上 喝咖啡 对 喝咖啡 讲这个 其实我发现宏达店 其实还蛮值得投资的 怎么说呢 因为讲真的 因为那时候 我点了咖啡是200多块钱 那个金华酒店那种地方 咖啡200多块应该是OK 对 很普通 对 很普通 可是你知道他们那些处长 那些高级干部 他们点什么 他们点可乐 90块 最便宜的 所以我都觉得说 他们还蛮有战力的 这个愿意节省公帑 回归重点 我的重点是说 当我分析股票 分析到说 会被人讲说 你是不是知道 什么特殊的消息 把我找去约谈 代表说 你对股票投资上 你真的是要很深入才行 所以为什么 我超过宏达店出来 没有亏过钱 就是因为 我对他投资 对他分析 是非常深入的 好 那你掌握这个 基本面之后 那就是在找技术面 怎么去做一个切入 那为什么我说 宏达店我觉得 机会来了 然后但是我现在还不出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指标 好 可能要解释一下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指标 大家可以去留意到说 宏达店其实 以像最近一次来讲的话 它的买点是在这边 是在三月份的18号 然后它就一路这样涨上去 一路这样涨上去 对不对 然后你看最近其实 这个还是在高档 但是是有一点卖出讯号的 所以说这时候 我为什么讲说 不用急于一时去做一个买进 因为基本上 当你如果前面已经赚了这么一大段上来之后 这时候又是出现卖出讯号 当然不用急于一时去做买进 如果能够等到压回 然后你再去买的话 这个买进的成本不是能够更低吗 对不对 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我会认为说 宏达店的机会来了 为什么我会认为说宏达店机会来了 是因为我看到它的基本面 除了刚刚跟韦婷聊到的 我发现到说 他们喝咖啡 他们的这个 点的都是点最便宜的 代表说他们为公司在着想 然后后来我跟他们的那些 高级主管 事后还有一些问题在做一些联络 有一次联络的时候 我发现到很吵 然后我就说 你在干嘛 他说他在做捷运 他说他们有办公关活动 他在做捷运 那时候想到说 这样的公司其实蛮有战力的 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跟你分析 宏达店的时候 他在跟你分析说 M8出来 然后他的这个销售量预估多少 他的功能有多强 我跟你讲 如果跟你分析这些 你看报纸就知道了 报纸都会介绍说 M8它的功能有什么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强项 他到底预估量销售多少 这个讲真的 分析那个我觉得跟股价 不完全成正比 可是你看 我跟你在分析宏达店的时候 我是跟你分析 他里面那个团队 他里面的人 分析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除非说 你这个团队是很坚强的 你才有可能说 手机一支一支的做出来 都做得很好 要不然如果说 你的团队是很糟糕的 哪怕是你 你有一两只手机热卖 我觉得那个也只是碰晕器而已 之后手机不好又掉下来 股价也是弹花一线而已 所以我跟你分析的是深度的 好那我刚刚讲的 那个是基本面的部分 那但是就是找切入的买点 那我现在看好说 轰达店 刚这个线图里面看到的 轰达店 整个买点已经出现之后 对不对 买点已经出现之后 开始一路往上拉高之后 基本面是 基本面确定向上 好真的股价涨一段之后 现在还是比较处于一点 卖出讯号 但是基本面是向上的 我刚刚跟大家提到 整个他们团队 是欣欣向荣的 他们整个团队的状况是不错的 是这个降势用命 一心向上的 那我觉得其实 趋势还在上去的情况下 你就等这个买点出现之后 再去做买进 那到底买点什么时候会出现 这我都会在第一时间 跟大家去做公布 只是我要讲重点就是说 你投资股市的方式是什么 以向我的话 我是最深入 第一手资讯研究基本面 然后搭配到技术分析 那投资朋友这时候就要去想 那你呢 为什么你投资宏达店 对很多人是买在1200块 之前看外资人家报告 那时候外资还说 目标价到1600 1800 2000的都大耳仁债 为什么大家跟着外资报告去买 就是亏钱的 为什么我敢说 我操作宏达店没有输过 我操作宏达店这几次 每一次啦 从我操作宏达店第一次以来到现在 每次都是赚 为什么 我觉得道理就是在这边 跟大家去做个分享 我也不尝试 我理由第一个就是基本面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在整个筹码面的部分 在整个技术面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出现买卖点 那至于说为什么 大家可以留意到 为什么当买点出现之后 来我们看一下现行 当买点出现之后 它就会往上涨 当卖点出现之后 它就会往下跌 为什么 其实我跟大家讲 其实股市分析都有它的一个一定的道理在 以技术分析里面来看的话 你要去想 其实不管是股票也好 人也好 那个都是大自然里面的一环 你能够掌握到大自然的规律 就能够掌握到股市它波动的一个规律 波动的卖动 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假设你这个坐高铁坐到了台北 那你要开回到高雄 你觉得高铁会怎么开 高铁有可能说时速300 冲到台北又时速300回到高雄吗 不可能 你到了台北之后 你是不是速度要先减慢 然后最后高铁停下来了 在台北停下来了 然后开始掉头 然后开始加速 然后冲时速到300 然后回到高雄 是这样吧 这是大自然不变的道理 不可能说一个方向要扭转的时候 是突然快速的扭转 它一定会有迹象 所以你发现到那个速率会变化 所以我这个软体 我这个指标 Lucky888指标 就是从这个速率的部分 来去做观察 像我就发现到 这边宏达电开始 就速率来看的话 买盘开始加温 准备要去做一个起帐 看一下这个K线图 要去做起帐 来我们看一下电视好了 准备要去做起帐 我就是发现到这个速率开始加温 准备要去做起帐 哇果然就一路去做一个拉高 好这边速率开始减温了 开始降温了 对不对 就出现迈速讯号 果然就开始不涨了 果然就开始修正了 这个震荡洗盘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我能够操作宏达电 这个算是操作的绩效状况还不错 就是因为结合了基本面 结合了技术面 其中技术面就是掌握到 这样一个买卖的一个时间点 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 掌握到这个买卖的时间点 所以我觉得 投资人这时候回过头要去想 那你自己操作策略是什么 好那也许你会问说 那接下来怎么去做操作 那接下来这个怎么去看其他的概念股 这个我们后面有时间在谈 好除了包括了宏达电之外 其实非常多投资人还是想问说 在宏达电之外的个股现在 类似这样比较大型 而且是知名的个股还有没有 对还有反正像汉维科 大家也很关心 今天这个外资把汉维科的目标价 调高到两千块钱 对啊 这个大家也很关心 然后还有像是 对没错 还有像联发科 联发科 IC社这股其他的个股都涨翻天了 就联发科自己没有涨 很多人手上也是握满了联发科 到底联发科怎么去做看待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第一段跟第二段 我都有分配时间 那很多人也关心大盘的后市 那大盘我刚刚讲的比较不多 是因为我后面还要在讲期货 我从期货的部分 再一起来进一步来解释 大盘后面会怎么走 那基本上这一部分 我们那个关子 你再跟大家进一步报告 包含像汉维科 包含像联巴科 这些人气指标股 后面怎么去做操作 好 所以我们国海大营家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含 请不含 欢迎来往海库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人居住开盘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便宜送到 三立财经台在88频道 范玉华 蔡伟霆 李星云 杨依梅 陈淑贤 王志玉 台股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 锁丁巴巴 每天发发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坦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丁巴巴让您轻松前滚钱 就带三立财经台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部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6808 02-2506-6808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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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中 我来吧 我来吧 你开始吧 MUSA 凌人座尊荣特事版 现金价只要六十九万九 欢迎再来回到谷海大运家 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 就戴云师提到红达店 说目前红达店可以多方的留意一下 除了红达店之外 还是要问一下戴云了 最近在购物方面 操作方面似乎有点难度 有没有一些准则可以来依循的 对 我就举我亲身操作的例子 说刚刚韦婷问到了 像红达店 我刚才答应大家 像联发科 像汉维科 我老老实实跟大家讲 我没有操作到 所以我就不敢跟大家讲说 我联发科大赚多少钱 我这个汉维科买在多低点 我就不敢跟大家讲这个 那我就跟大家讲说 那其他我实质有操作到的一个东西 因为大家觉得现在很难操作 我就分析一下我怎么去做操作 我举例来讲说 像我今天我就跟我的会员讲说 优客去做续报 优客是什么 优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K线图 大家想要优客李林 对 它的名字有点像 优客 优客它代号是6131 那这个到目前来讲的话 都还是我会员的持股 我当初为什么会选到它 我要先分析一下 因为优客它本身是在做 这个安全监控相关的 我觉得今年来看的话 是安全监控一个很大爆发性的一个机会 因为像你看马航 虽然说马航后来证明不是恐怖攻击 可是其实那时候大家也是担心说 到底是不是恐怖攻击 所以说你们发现到 大家对于恐怖攻击这个东西 是越来越重视 那当然对于安全监控的需求 就会持续去做一个拉高 所以说我在已经确定 这个产业是趋势向上的情况下 然后搭配技术指标来做买卖超 那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这个技术指标 这名称叫做Lucky888 为什么要取名Lucky888 Lucky就是英文幸运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这样 股市分析你把该做的事情给做好 好运就自己来了 就像你读书考试一样 你把这个教科书全部都读完 全部都背完 自然会考100分 自然会考第一名 该做的事做好 就会有应该要得的结果 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股市就是大自然的一环 那大自然我刚刚提到 就是速率 如果说方向要去做改变 速率一定会先告诉你 它的方向要变了 那我们这边就抓到 这个速率开始翻多 开始向上 所以这边是出现买讯 所以你发现到一波上涨 那这边速率开始转弱 对不对 然后开始出现卖讯 就是一波下跌 好这边又出现速率开始翻正 买盘开始加温 代表说这边本来是下跌的方向 开始要翻多了 在第一个翻多的时间点去做买进 就去做一个拉高 到现在出现卖出讯号了没有 速率开始翻空了没有 都没有 解释一下 这个是短线的速率 这个是长线的速率 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一栏短线速率跟长线速率 都还是保持向上的 都还是保持翻多的 所以说当然不会出现卖出讯号 既然没有出现卖出讯号 那我们刚刚说 这个产业趋势是向上的 安全监控产业趋势向上的 那当然就持股去做续报 这一档股票 6131的优客 安全监控股优客 是我每个会员都有的 那我一起每个会员都去做续报 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要大家去 去做一个追价 我讲的意思是说 这就是我分析的方法 结合了基本面 结合了技术面 这边是买进讯号 然后一路去做翻多 所以这个是优客 然后再补充一下 最近我们还做一档股票 优客是做续报的 南坊 1440的南坊 是做卖出的 是做卖出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到 这边开始 整个买进的力道开始变高 整个股市变成上涨的一个方向 速率开始翻证 你发现到 就一波上涨上来 这也是我每个会员都有 我不是说 这个只有一两个会员买 然后跟大家说 这个是我们的全部操作 不是 这是每个会员都有赚到的 都有做到的 好那你看到这边是什么 是卖出讯号 为什么会出现卖出讯号 因为整个股市的方向 本来是多方的方向 开始转成下跌的方向 转空了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本来是一路往台北开的高铁 开始转向往高雄开了 开始转方向了 所以出现卖出讯号 那这个大猩猩是买卖讯号 小猩猩是背离 又涨多了出现背离的警示 然后又是出现卖出讯号 这时候我当然先获利了结一趟 可是代表说我看坏了吗 我跟大家报告 并不是代表我看坏的胆访 事实上 长线 我还非常看好这些绑枝股 怎么说 像如果说你有在做研究的话 你就知道 越南因为要加入TPP 因为台湾现在在炒这个 到底要不要 ECFA 到底要不要服帽 诸如此类的 但是越南加入TPP 是已经很确定的 那现在这个你如果厂商要去越南 再去开设新厂 我有请研究员去研究过 根据越南的法规 你现在开始要申请 你要等两年 申请完开始建厂 开始弄 最快最快要两年 可是越南加入TPP的商机 已经开始要引爆了 所以这一段就是空窗期 所以这一整年 这一两年 就是已经有先去越南的这些厂商 他们的大好年 这期影片这么确定的一个情况下 当然还是看好 当然还是做多 可是问题是 当股价 我们看一下这K线图 当股价涨多之后 对不对 股市不可能一直在涨 所以说掌握买卖点很重要 当涨多之后 这边出现了卖出讯号 整个速率 整个趋势 开始有点稍微震荡洗盘 当然不用急着 硬是要做多 所以说在关键的时间点上 我会把之前抽出来 做最有效的运用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操作方法 最近操作的 南榜跟优客 给大家去做分享 好 刚刚就代言是就各股方面来进行分析 不过就回到大盘 大家非常关心说 如果从这个期货角度来看 就台北股市 是不是还是有希望呢 因为这个最近 这个逆价差好像有一点点大 大家会有点担心 对 没错 但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你不用想太多 因为其实不管股市 不管台子它怎么走 现货要怎么走 加群之路也一样 不管它怎么走 它都有迹象 既然现在是多头 如果说它真的要转成空头 它也会出现迹象 就像我刚刚刚提到的 假设你是坐高铁 你高铁要到台北 一下子要转回到高雄 有可能一下子突然就转弯吗 不可能一定会有迹象 会先停车 你当停车 你看到停车的时候 你再去想说 是不是有可能要转方向了吗 如果还没有出现的话 就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说在期货的操作上 在指数的操作上 我也是强烈建议说 你一定要有 你一个分析的方法 以我来讲的话 我就是用速率的角度 去做观察 所以如果说像台子 假设啦 今天来看的话 我会怎么操作 讲真的 我不会去看新闻 讲说什么 这个好像白狼 带了两千人 要到立法院 反反服贸 跟反服贸 好像会有冲突 你担心那个 担心那个 讲真的 完全都不要动作了 对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怎么做 我完全都不去看那一些 我就完全去看说 现在到底 这个盘面 它告诉我什么 它到底它整个速率上 它整个趋势上 是怎么样走 那以像今天来说的话 我这个是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Lucky888 期货超盘指标 好 你就点进来来看的话 就是有这个期货 目前它的一个 这个盘式方向 它的速率的一个状况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从这个昨天收盘 这边是4月1号 从昨天收盘的时候 其实就是出现买进 就是告诉你应该要做多 顺带一批 这个是5分钟线 我这边给大家看的 这个K线图是5分钟线 它这边就是出现买进讯号 那买进讯号之后 就是一路上涨 一路上涨 好 那以今天来说的话 是比较震荡的盘 对不对 确实没有涨 可是你看重点在这边 重点在今天尾盘的时候 它出现翻多了 它又出现买进讯号了 那你去看一下 果然确实 在整个速率上 不管是 这个 这个短线的速率 或者说长线的速率 其实都开始翻多 所以我认为 明天的走势 很有机会复制 像昨天一样 昨天也是尾盘 开始出现买进讯号 开始翻多之后 就一路去做拉高 然后今天的尾盘 也是出现这样的讯号 然后开始去做一个拉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后市可以关注的指标 那也许大家会问说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5分钟线呢 就跟大家报告 这个 不管是 你用几分钟线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但就是说 你不要一直改来改去 有些人可能 又先用5分钟 那5分钟不准的时候 就改10分钟 10分钟不准 又改成20分钟 改成半小时 我觉得如果说 你一直改来改去的话 这个就糟糕了 因为 那这又等于回到 你的自由意志了 太善变了 对啊 太善变了 你等于说 你就是想做多 你就看5分钟做多 还是10分钟做多 那这样到底是你在判断 还是这个趋势在做判断 所以我会就建议大家说 像我以我来讲的话 都是专门只用5分钟 那会用5分钟的原因是因为 起货操作 你盘中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那个是很竞争 很激烈的 那如果说你用30分钟 30分钟可能价格一差 差几百点了 对不对 起货在跳动 在快市的时候 可能它就差几百点了 所以我会建议说 就用5分钟来做一个观察 那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说当整个台子 目前整个目前来看 是出现买进讯号的话 那我觉得后续 接下来再往上走的可能性 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说刚刚我听问到说 那这个期货的部分 怎么去做观察 期货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不去预设立场 不去预设立场 但是这个既然现在指标 开始翻多的话 那我们大胆的判断说 在明天来看的话 可能还是有机会 去做一个走高 这是就期货来看 好我们刚刚提到说 从期货回过头 搭配跟现货 一起去做分析 那你想如果说期货 有机会在地步 去做走高的话 那现货的部分 是也有可能 再往上去做走高 当然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去看 最近台股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一切就很明显了 就是说基本上 期限货都是同步翻多 好在这个期限货 都同步翻多之下 加上今天这个外资 还是继续做多 当然希望说明天能够 看到了8900点的观察 但是选股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要请大家去说 明天的古海大运家 我是韦萍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